第一個,第二個的話我們開起來之後 假設我要比較一下 因為這個資料是桃園的 桃園的住宅切道 所以你們後面也可以再找找看 其他的縣市的話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有台北市的住宅 然後桃園的住宅 所以你甚至可以 關鍵字打那個住宅切道 看看會全台灣的其他縣市的資料也出現了 那我只是想要知道歷年來有沒有變好 所以以桃園的來看一下 桃園有一個藍位叫翼爾 顧名思義嘛 這個翼爾而且是民國年 但是這個民國年有點怪怪的 他連那個民國九十幾年的 跟八十幾年都出來 這怎麼回事啊 所以其實理論上這個應該不要出來才對 可是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如果要分析它 直接找到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游標放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按確定 範圍對不對 範圍對 這個範圍沒錯 按確定 然後再把翼爾拖拉到列 再把翼爾拖拉到值 然後呢 記得這邊加總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技術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翼爾裡面是放數字啦 所以它會 只要看它數字 它預設就會把它加總在一起 可是我不是要加總啊 我要算那一年 只要出現的話 就算一個 兩個 三個 那這個地方 請你把它改成技術 OK 好 改技術就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 104到110 資料就出來了 但是 有一些資料為什麼它會出來呢 87一個 90一個 這顯然是不合理啊 所以怎麼辦呢 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 你把這個範圍複製到旁邊 然後把這些刪掉 要不呢 有個方法 在列標籤旁邊有個箭頭 把全選打勾取消 選取你要的資料就好 也就是你有打勾的 它才會顯示出來 那沒打勾呢 它就幫你隱藏起來了 有沒有 這樣不用OK了 你就不用管它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不要的資料 記得你可以從這邊 去做一個篩選 那篩選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打勾就會出現 要不然就是說 甚至你也可以 你想說 老師 如果不用剛剛那個方法 那我可以用別的方法 可以 只要是大於等於 應該可以大於等於104 有沒有 104是等於嘛 確定應該OK 有沒有 大於等於104 可是你會發現110 110怎麼不見了 可能啦 110可能它把它當文字 也許110它裡面是放文字 也說不一定啦 所以兩個方法 我們這個地方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還是用剛剛那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比較OK 打勾比較不會問題 好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畫圖了 畫圖還記得吧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最好的方法 因為有時間嘛 所以一般用折線圖比較多 然後折線圖裡面可能有節點的 可能比較 看起來比較清楚 OK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匯制出來的結果呢 跟那個之前的台北市 是似乎有呈現完全不太一樣的狀態 之前台北市是整個溜滑梯 但是呢 桃園呢 為什麼在105到107 它卻是增加的趨勢 OK 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到107是最高 然後107之後又下滑了 這個原因何在 不知道 也許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自己在找相關的資料 會不會是因為警察局長換人 還是其他因素啊 我不太知道 OK 第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有關歷年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改一個名稱好了 OK 有關年了 好 然後 這個會多有空白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第二個問題是 那哪一區 那這個哪一區的話 因為它只有分區 它理論上應該是給一個地址 可是 問題是它沒有 那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拿看得到東西來做分割 所以這邊插入一個 這邊叫區好了 就跟我們之前 那區怎麼取得 乾脆把前面兩個字加上一個區好了 應該就是了吧 中立應該是中立 現在還是4吧 那怎麼辦 那我們先不要弄到複雜好了 我們先抓前面兩個字就好了 OK 直接抓前兩個字 插入函數 前面兩個字是LAPT 你可以用文字類裡面的LAPT LAPT是前兩個字 前面的 這個裡面的兩個字的話就輸入2 OK 按確定 好 那中立 反正我們就抓前面好了 這樣其實也看得懂 好 然後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幫我分析一下 哪一區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區怎麼不見呢 區為什麼不出來呢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要怎麼處理 還記得嗎 解決方法非常非常簡單 請你按一下什麼 重新整理 你想為什麼要重新整理 特別注意 如果你之前做過樞紐分析 它會記下來 它裡面會有個Catch 暫存資料 所以如果像我們剛剛是新增的一個欄位 有沒有 這個欄位是區 它就沒有幫你更新 那怎麼辦 沒關係它沒更新 你就自己手動更新 那怎麼手動更新 很簡單 就直接在這個地方有個重新整理 你按下重新整理之後 有沒有發現 按下重新整理 這邊的區就出來了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先把區做完 然後再插入 就是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做 那有時候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先後事序有時候不那麼一定 有時候我習慣是 反正先做一個 再做下一個 再做下一個 那這個時候就會遇到怎麼樣 你資料會變動的問題發生 那你就必須要記得重新整理 這樣就OK 其實我是覺得 也是沒有這麼不好用 但是就是你熟不熟悉它 如果你熟悉它 你就覺得這工具還蠻好的 馬上就可以幫我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OK 那把區放到列 把區再放到值 然後再按照這個地方的排序 排序的話 然後游標放B4 然後找到資料裡面的力道A 所以馬上就可以幫我把 這個住宅切到最多的排到最少 OK 那我們一樣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分析 然後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如果我要做一個圓形圖 OK 一樣 按確定 然後呢 這個比例就出現了 然後並且還記得吧 我這邊按右鍵把它改成什麼 那個圖說新增資料的圖說文 這個應該最簡單 它就馬上出現了 有沒有 27% 怎麼差那麼多 大溪只有4% 可是桃園卻有 當然除了人口之外 可能還是有治安的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 住桃園可能OK 那至於這個問題 再來可以把桃園 這個地方炸開 炸開還記得吧 先點全部 再點桃園 然後把它往外搬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這個也是之前我們做過的 這個是有關區的 OK 這個區的樞紐分析 那一樣我把它改一個名稱 那這個也許這個是資料 OK 你們就自己再改個名稱 讓這個資料看起來 比較清楚 好 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大概的結論 相較之下 如果跟台北比的話 他那個 治安好像 跟那個台北市比起來 似乎還是沒那麼穩定 高高低低的 然後區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 桃園、龜山跟中壢 好像都是治安上面的熱點 那接下來的話 第三個 拿一條路 可是路的話會有個問題 因為他提供了 你們將來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開放資料裡面 會提供給你地點的訊息 但是有的會給地址 有的會給金尾度 這個是尾度 這個是金度 大家想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 我怎麼知道 他地址是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一個方法 請你把這兩欄選起來 Ctrl C 然後請你再到Google地圖上 Google地圖 在哪裡 Google地圖 隨便 這邊有沒有 Google地圖應該都會用 然後把它切上 不過一般是這樣 尾度跟金度中間 最好加豆點 意思是說 幫我在Google地圖裡面 顯示這個尾度 這個金度 它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你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它馬上幫你打地標 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哪裡 中原夜市附近 然後地址這邊也會顯示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地址放上去 然後Enter之後 它這邊會顯示它的位置 並且告訴它 這個金尾度的地址 所以 你如果找到之後 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再切到這邊的話 這邊不是可以加個地址 那這邊可以把它貼上 那這邊可以把它貼上 這樣就有地址了 這樣就有地址了 有沒有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要處理Ctrl向下 總共幾筆呢 931筆的話 那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 因為目前 有資源把那個金尾度 變成地址的功能 目前好像Essail還沒找到 然後呢 VBA裡面還是目前還沒找到 所以這個功能 目前暫時 就是 無解 OK 所以 你想說 老師 無解 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你們 請各位自己再想辦法一下 目前我找了一下 好像裡面 功能裡面 並沒有提供說 我可以把那個金尾 直接變成地址的 目前只知道說 有個手動功能 就是把這個Ctrl-C 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 貼到這裡來 中間變成斗點 Enter的話 可以取得 有沒有 取得這個底下就有地址了 那你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其實我Google查一下 好像Python 有Python程式可以做到 但問題是 它好像要錢 它一千筆 好像五塊錢美金 所以 之後的話 其實可以想一個方法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實際上是什麼 把這兩個資料 先取得 然後當然加中間加斗點 所以將來 其實可以利用VBA 去呼叫網頁 然後把網頁上面 呼叫到Google地圖上 把它的金尾數填上去 有沒有 填上去之後 它會取得 或者它的地址 我們再把地址抓回來 填上去 這樣應該可以做出來 只是 你光想應該就知道 難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對不對 是有難度 但是如果你做得出來的話 哇 那你就有價值了 為什麼 因為每天都會有很多人 需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怎麼做 如果沒有好的方法 只能塗法鏈鋼 哇 它塗法鏈鋼不得了 像我剛剛這樣子 光做幾筆我都累了 不要說做900 甚至還有其他地方會用到 你會發現開放資料裡面 有蠻多類似像這些東西的 所以目前這個跟各位講 目前無解 所以你們早早看 如果有更好的解決方法的話 歡迎再告訴我一下 其實我蠻想知道的 有些地方其實真的是 自己要去想方法去解決 所以剛剛請各位試試看 區的部分把它做出來 那再來的話 如果是地址的部分 無解的話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其實它如果有經緒度 其實你可以配合一個東西 叫做3D地圖 OK 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做一個功能 最好是直接乾脆告訴我說 這些地點 幫我打到3D地圖上面 然後讓我知道它的分佈狀況 最好是放在地圖上面 然後如果是切到按鍵多的話 你幫我把它顯示明顯一點 最好是一個有點像熱點 那個區域是最多切按的 那我以後買房子的話 那我就盡量避開那個部分 因為基本上熱點永遠都熱點 還不可能說那個地方私竊 突然間治安變好 對不對 除非說可能總統搬去那邊住吧 可能治安應該會有比較多的保全 或者是一些警衛 不然的話應該沒辦法改變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除了區 它剛剛有個功能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那個經緯度如何轉換為地質 而且你們再看看有沒有類似的功能 如果有的話這應該是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像我們班上應該蠻多是地 有些是地理系的 好像有會配合到那個什麼GIS 所以其實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經路緯度如何轉換為它實際上的位置 目前當然相對做得比較好的應該是Google地圖 只是Google地圖 它如果要商用的話 它要付錢的 也就是說你1000筆 它要跟你說5塊錢美金 但是我們只有900多筆 所以還不至於會被收到錢 可是喔 跟各位講 但是它要存取的話 目前還是可以用Python 用VBA我實在沒試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如果你匯的工具越多的話 那就可以避免掉 你用那個人工的方式再處理資料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Ctrl C 加個豆點 然後Enter之後再Ctrl V 有沒有把那個地址複製過來 那會900多 當然也可以啦 你想說如果哪一天你在做報告的時候 你說老師我真的把它做完了 當然我會給你加一點分數吧 因為你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沒有苦勞也會疲勞吧 所以這個 不過不是好方法啦 最好是你乾脆在Google上面 能不能查到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你說老師我跟你分享一個 我找到的功能 應該連你也都不知道 如果連我都不知道那最好 我一定非常最開心的 因為很多東西當然我也一定 不一定說我全部都知道 但是我盡量 如果該知道的我盡量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的部分 那你告訴我 當然我也有收穫啦 所以尤其有些地方 你們可以猜猜看 然後在心得裡面 如果有提到一些 可能我覺得這還蠻不錯的 一個亮點 那這就是你加分的要件 那至於哪一些可能是 比較沒有辦法加到分 就是你做的東西是平庸 就跟我都差不多 就我上課 那就給你一個平庸的分數 OK 但如果你要拿到一個比較高的分數的話 那就是說可能要花一點巧思 那你說老師我程式不太在行 沒關係 不然的話你就心得裡面的文字敘述 寫得比較生動一點點 有沒有 就是至少你讓我感覺 哇 對很有趣引人入勝 對好像再猜猜看 像剛剛有沒有 那個 你對某個東西有興趣 像剛剛 到底台北跟桃園 治安會不會是一樣的 OK 剛開始不知道 那我想應該是差不多的 結果呢 好像不是這樣 OK 那至於除了說 台北、桃園 其他台中 台中 OK 台南、高雄 中南部的話 會不會有不一樣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也請大家試試看 OK OK